D-Day TV KPM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D-Day TV 我是薇薇 我们的疫情还是很严峻 我们确诊数字每一天都是高居不下 天天都在创新高 所以身为负责任的子民 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坚持遵守好防疫SOP 就比如说我们要戴口罩 去到哪里都要戴口罩 但是如果是真的是没有事情的话 就不要出门了 尽量的待在家 因为待在家就能够减少活动 那我们这个病菌就不会的随处散播了 另外就是我们记得去到哪里 要记得勤洗手要消毒双手 然后要保持至少一米的人生距离 这样才能够保护我们自己也保护大家 今天来到这个节目现场的是一位 来自吉隆坡中华国民型华文中学的老师 他会来给我们上一堂中四中五 也就是高中的华文文学科目 来欣赏一篇文章 那究竟这位老师是谁呢 我们马上去看看这位老师的介绍片段 老师欢迎您 好 薇薇你好 你好 老师是张峰英老师对吧 是的 是的 是来自吉隆坡中华国民型华文中学的老师 对对 现在老师今天会带来一篇怎么样的文章 跟我们的现场观众 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一起分享的呢 今天我会和大家分享一篇说理性的散文 这篇文章呢 寓意深刻 很值得我们深思 是 那这篇文章听说跟钓鱼有关是吗 对 篇章的名字是钓剩鱼鱼 作者是陈之帆 老师那我们在继续聊之前呢 我们来教导一下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 一起做一些防疫SOP好吗 好的 就比如说我们要消毒双手 说老师请 好 是 这个动作呢是必须要做的啦 就是消毒双手 对 老师也是一样吗 随身带一些消毒剂吗 对对 我带一瓶比较小瓶的 然后放在我的包包里 对 我也是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 是的 所以老师那现在呢 想要我们看一个片段 那个片段就是关于说 学生对于报考华文科 还有选择华文文学 这个科目呢有一些怎么样的看法 我们来一起听听好不好 好啊 好 来听一听 我叫陈妍军 我来自吉隆坡中华国民新华文中学 我会选修华文文学是因为 我认为文学是作为人类的心声表达 和作为人类复杂而深邃的精神创造 作为学生上文学课 不但可以加强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与鉴赏能力 还可以提升个人的人文素质 并加深对中华文化的理解与认识 大家好 我是来自中华华中的包佳颖 学习华文文学不仅仅是学习语言 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与精神的传承 中华博大精深 文学蕴含了古人的智慧及人文精神 通过学习华文文学 学生能从文字里了解到当代的社会文化 其范围概括了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 带来的更是思维上的发展 以及素质的提升 从而让学生得到人生的启发 判断的思考 以及创新的巩固 谢谢 大家好 我是来自中华华中的李雪宁 我会选求华文文学是因为 华文文学是起方了很大的一门刻路 文学更着重于文字和情感运用的审美 背后所运长这种核心思想 更是不容忽视 通过华文文学不但能加强对文学作品的现场能力 品味着蕴长其中的奥妙 还可以提升文文素质 并加深对中华文化的理解与认知 谢谢 是真的 如果是有机会学习的话 一定要多掌握华文 然后学习一些文学 对的 来丰富我们的知识 然后让我们变得更有修养的 好 这个时候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然后给时间老师做准备一下 还有电视机器的朋友 有可能也需要准备一些纸笔 稍后跟老师一起上课 我们先继续一下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今天来到现场的是来自吉隆坡中华国民型华文中学的老师张峰英 他会带来的这本书 里面有一篇文章是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 那在这之前呢 我们先请来自同样一所学校的六位同学 出现在大萤幕前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因为这六位同学呢 也会跟现场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一起来上课 我们有请六位同学一起出来 大家好 是的 主持人好 张老师好 我是来自吉隆坡中华国民型华文中学的李明俊同学 好很快的自我介绍明俊同学你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另外一位女生呢 自我介绍好不好 主持人好 张老师好 大家好 我是来自吉隆坡中华华中的阮美慧 美慧好 在上方那位男生呢 对是您 来打个招呼 老师好 主持人好 我是来自吉隆坡中华华中的舒服选 那我现在旁边呢 旁边是谁呢 主持人好 张老师好 我是来自中华华中的李俊生 俊生 俊生好 那接下来下面那位女生呢 带领带的 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张老师好 主持人好 我是来自吉隆坡中华华中的陈思颖 思颖好好 最后一位女生呢 张老师好 主持人 张老师好 主持人好 我是来自吉隆坡中华华中的林可柔 嗯 嗯 很好 所以另一位同学自我介绍之后呢 他们都是中午的学生是吧 对 他们都是中午学生 中午的学生 那老师 我们就事不宜辞了 马上把时间交给您 我们来一起欣赏这篇文章是陈志帆的吊胜鱼鱼 老师有请 好 谢谢 薇薇 好 这篇文章的篇章名字是吊胜鱼鱼 作者陈志帆 那在本堂课 我们看本堂课的学习目标 首先呢 我们会梳理文章的段落和结构 接下去呢 我们再归纳文章的中心思想 那么之后呢 我们会分析和这篇文章有关的SPM 华文文学考题 好 在进入本文之前 也让我们看一看阅读散文的重点 一 根据华文文学课程标准 散文的学习重点如下 一 借助创作背景 理清散文的结构和思路 了解内容并归纳其主旨 二 领会散文作品的思想感情体会其意境 三 品味散文的语言特色 分析作品的表现手法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知道文学是一个作家的思想的展现 我们必须了解作家的生平 才能够呢 进去进入他的思想感情世界 这篇文章的作家 那是陈之帆 那陈之帆呢 是中国河北八州人 后来他移居到台湾北洋大学 那么毕业于台湾北洋 他毕业于台湾北洋大学奠基系 那后来到美国布林斯顿大学念硕士 再后来又到英国的建桥大学 读硕士 读哲学 获得博士学位 那陈之帆先生承认教育美国香港台湾各著名大学 虽然作者学的是奠基工程学 但是呢他也喜欢文学热爱写作 擅长写短篇杂感 那陈之帆的作品相当多 本文是栽制 他的吕美小简 是作者早年赴美国费城的 宾西法尼亚大学深造的散文作品集 作者呢 见当时社会风气去急功近利 有感而发写下了这篇文章 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分析文章的段落大意 我们的线上的六位同学呢 他们已经预习了本课文 也对文章的内容呢有一定的掌握 待会他们一起 他们又参与一起的分析文章的段落 好 我们先看文章的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有八段 第一段呢 作者交代了时间 地点 和人物就是作者和老教授 那么第二段 第三段 第四 一直到第六段呢 作者呢 写的是他跟老教授之间的对话 我想问线上的同学 作者和老教授的对话呢 告诉了我们 什么事情 同时呢 说出这件事情 带出的中心思想 来线上哪位同学 我们分享一下 老师 老师我来回答 好 吴轩 词文中继续了一件事 他继续了一名老教授 出发钓鱼 他在这件事 带出了的中心思想志 他作者是为钓 而不是为鱼 他强调老教授 享受钓鱼的过程 谢谢郡生 郡生的说的很准确 老教授这边写的是老教授钓鱼的过程 和老教授钓鱼的态度 那么怎么样的态度呢 他说我是为钓不是为鱼 那我是为钓不是为鱼呢 就是本文的中心思想 本文中心思想 那好 我们接下去看 第一部分呢 还没有完毕 第七段呢 作者呢 就形容老教授钓鱼的湖边的景色 他用了一首小诗 那么他先老教授钓鱼时 看到隐人路顺的美景 凸显老教授沉醉在这钓鱼的享受过程 那么这景色的营造呢 营造了一个本文的意境 那么这里呢 暗示孝文工作会使人沉迷 那接下去作者说 他的思潮随着老教授泛舟垂钓之后呢 他的思潮啊 进入这静谧的山谷里 那我再看回去 那第一部分呢 其实就是八段呢 都是继续 这是继续的部分 我们再看 第二部分 那第二部分呢 他可以分为三层 三层 第一层呢 是写老教授 在作者在老教授远去之后 他的所思所想 那么这一部分呢 他是要进入 在进入议论之前 所写的一个段 是一个过渡段 好 那请问作者写老教授的经历 工作还有生活习惯 用意何在呢 来 现在上哪位同学 愿意分享 感觉上 对 我们的同学呢 好像 对 有一些问题啊 其实说 其实这个是 这位老教授 跟作者之间的 一个真实的经历 是吧 对 他就借由说 这位老教授 去钓鱼的整个过程 是啊 就是不在乎说 他有钓到多少条鱼 对 反而是去享受 钓鱼的过程 好 没关系 同学们的 可能的线路有问题 那么老师就来 开股了 好 那么其实呢 这部分呢 是要引出下文议论的部分 因为第二部分呢 是议论的部分 那么 这里呢 作者 杰罕老教授 他认为钓鱼的去 比鱼的收获更重要 那么接下来又谈呢 谈什么呢 又告诉我们 老教授在大学教书30年了 好 那么这是用意 为什么他要 把这两个连贯在一起呢 其实呢 是作者要让我们知道 老教授能够享受 工作的乐趣 来 我们再接下来去看 第二部分的第二层 刚才是第一层 第十段 好 第十段呢 就是正式进入议论部分了 刚才那一部分呢 是过渡段了 那这里呢 作者 就是从刚才的那一段呢 进入议论部分 告诉我们说 不计较名利 就是我在于钓 不在于鱼 这种工作态度呢 能够带来什么好处 好 那么 这个好处就是 能够欣赏钓 而不计较于 是会使一个人快乐 使一个团体健康 使一个社会成功 好 这是钓鱼带来的好处 那么刚才讲的是一个老教授 不足以证明这一点 那作者呢 又举例说 在美国的兵大 有108个退休老教授 那么他们在兵大服务呢 超过四分之一世纪 25到40年 那么这些实例呢 告诉我们 这些老教授呢 他们跟之前的钓鱼的老教授一样 在他们工作环境中呢 流连忘返 乐此不计认啊 所以感觉自己呢 沉醉于鸟语花香 和山清水媚之中 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一句呢 描写的是一种意境啊 这个意境是不是跟刚才第七段的意境 是相同的 那是相呼应的 好 接下去我们再看第二部分的 我们要一个小总结 第二部分的小总结 潜心工作而不计较名利的态度 带来什么好处 好 那么 这个时间可能老师 不能跟同学沟通了 因为陷入有些问题 好 我们继续再分享 这些文章吗 还是老师想要讲解一下究竟 这样子的话回答了什么好处 我就带同学们回答吧 好 好 那么第二要考同学们是 针对这个论点 作者提出哪些初步的论证 因为议论就是要论证嘛 来 那么 就是不计较名利的工作态度呢 带来好处就是 会使一个人快乐 一个团体健康 一个社会成功 好 那么这是第二部分的中心思想 中心论点 好 那么 那么针对这个论点 作者提出哪些初步的论证 就是那108个教授 在大学里面连续工作了几十年 沉醉在他们的工作中 很有敬业的精神是吧 很享受工作 是 好 我们看第二部分的第二层 那是 第11到第16段 到第16段 那其实呢 那其实呢 那这里呢 作者刚才举的例子呢 是我们不知名 是不知名的教授 接下来呢 作者要举例 举例证明呢 他这篇文章的主题 吊胜于鱼的主题 那么在第11段 作者呢 就介绍了这个 普渡大学校长郝德 那么郝德呢 他是沉醉在工作中 别人呢 觉得他的那项工作是 山穷水晶的泥泻 可是呢 他自己觉得那是 花环月满的桃园 看到没有 郝德是多么的沉醉在 工作环境中 乐此不倦的 第12段呢 是魏刚 大学教授魏刚 那么魏刚呢 他是一个 自动机械专家 他每一天都在研究学习 几乎像脑筋没有 不得已休息 那最后呢 他怎么样休息呢 就用锯木头 把大的锯成小的 像个疯子一样 可是呢 魏刚呢 这位教授呢 他却不觉得那是苦 很苦的事情 他对这工作的 资本工作呢 对他来讲呢 是充满了魔力 是 那我知道说 张老师 我知道说除了 点出了一些教授呢 来举例 还有一些名人 是我们大家都认识的 比如说 包括爱因斯坦 对了 也出现在里面 对了 微微 所以稍后呢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来呢 请老师再继续 针对世界名人 来做一个分析 好 先进一段广告 好的 今天呢 来到现场的张峰英老师呢 为我们带来了一篇 中四中五的华文文学文章 是陈志帆的钓胜鱼鱼 主要呢 是借由他跟一位老教授 出海捕鱼 钓鱼 钓鱼的时候 整个过程呢 来做一个解说 就是说 其实呢 他享受的是 整个钓鱼的过程 不在乎说 他钓了多少条鱼 是这样吧 老师 是的 那我们的同学 也回到线上了 好 很好 对老师 终于见到同学 好 那我们就继续吧 好 那我们进 我们进到的 第十三段了 同学们 那第十三段和第十四段 讲的是同一个例子 那我们请一位同学 让我概述一下 这两段呢 作者是引述谁为例子呢 来 先上同学 同学们 哪一个要回答 美慧是吧 是的 是 美慧 他到普林斯顿物理系时 只要求了五千元的年薪 还经常忘记对取支票 正如钓鱼者 钓上鱼来 又将其 抛入水中一样 他们从来就没有考虑过 金凤多寡 这些琐事 好的 美慧的概述是对的 所以爱因斯坦呢 他连支票也忘记兑现 证明他真的是 不注重名或者利 那么接下来第十五段 第十五段 哪位同学 愿意和我们分享一下 来 先上同学 来 第十五段 哪位同学想要回答 老师 我来打 福轩 明俊 劳伦斯发明了原子冲击器时 有人劝他申请专利某财富 他只笑了笑 他宁可用申请专利的功夫 多冲击几种原子 他沉迷于研究科学 事后入蓄力为云烟 福轩对得 你看 我们的劳伦斯 他连申请专利 他也不想去申请 因为他觉得那个时间 不如用来做研究 所以这两个例子都是 论证了钓剩余鱼的原因 接下来我们去看 第二部分的第二层 第十六段 那么还是例子 沙克 那位同学想分享沙克 对沙克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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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认为他是属于实验室的 好那桌子又再一次的论证 调剩余鱼的原因 这里呢桌子举了五个具体的例子 那么请问呢 浩德跟卫钢教授这两个人呢 这两个例子的责重点是什么 责重点是什么 来 哪位同学要和我们谈一谈 明俊 葡萄老师我回答一下 是的 其实浦都大学的校长浩德 还有这个宾大的卫钢教授的例子 责重点在于 作者着重去证明潜心工作的这个乐趣 其实说明了这种乐趣是一些人与调为乐是一样的 也就是潜心工作而不去计较民意 好谢谢明俊的分析 接下来我们去看另外三个人呢 他们的责重点又很相似 就是爱因斯塔劳卫斯和沙克 我们请另外一个同学来分析吧 老师我来答 那么爱因斯塔劳卫斯和沙克 他们例子的责重点就是 他们都是一个不计较民意的高尚品质 能助人成功 他们都以工作为乐趣 而把民意置于脑后 但却得到了真正的成功 对谢谢先生 好所以这里呢 讲了五个人物的他们 他们做研究的事件 那么说明这个调圣鱼 这个观念呢 对他们来讲是根深蒂固的 所以为什么他们能够潜心工作几十年 好那么这五个学者 我们再为他们做一个 找出他们的共同点 五个学者的共同点 来那位同学要告诉我们 他的共同点 是五个学者 老师我来答答 可柔再来 我个人觉得以上的共同 他们以上的学者 拥有着享受在于追求 不在于索取的共同点 好谢谢可柔 的确是对的 这五个学者呢 他们都是自工作 他们投身工作 潜心工作 不注重名利 现在我们进入了第二部分的第三层 第三层第17段 就是议论部分的最后一段 你看桌子说 然而不是为鱼的钓者 却常常钓上大鱼来 好你们觉得 说既然作者说 他既然不 作者说 这些学者既然不在于索取 不在于索取 为什么作者在这一段 要提出他们常常钓到大鱼呢 就你不抢求的话 反而会有所收获 对 是这样的意思 是的 学生有什么要分享 同学们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是的老师我补充一下 是就如主持人所说的 其实作者议论的部分 小杰是要肯定于这些人 在钓剩鱼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不注重这个鱼的结果 其实往往才有最大的收获 例如爱因斯坦在相对论当中 有一个非常高的学术研究的成就一样 好谢谢明俊 是讲得很好 不抢求收获的人呢 往往获得卓越的成就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最心里工作 全心全意的工作 好我们接下去看 第18段 第18到20段 就是文章的第三部分 刚才的第9到第17段 是议论的部分 是第二部分 那么从第二部分 再转到第三部分 那同学们看到吗 第三部分呢 他说这个老者又滑着他的偏周 悠悠地滑回来了 那这里呢 就是衔接我们前面继续的 继续文的部分 看到吗 所以这部分第三部分呢 也是继续的部分 好 在这里 在这里呢 作者为什么 好告诉我 作者在这里 从提升了什么 再重申了什么呢 那位同学要跟我们分享 连一个主题是吧 对 我们也看到了 对 来 老师我来答 好 好 胡逊 作者在这三段交代了 就技术老教授 老教授钓鱼回来 及作者的反思 对了 老教授的 作者对老教授钓鱼的态度的一种反思 好 那么 还有同学要补充吗 来老师 让我打 好 作者在这三段 他再次强调 他是喂钓 而不是喂鱼 对对对 我也看到了这个 从一开始就已经强调这个 对对 但结尾的时候再重复一次 是是是 我以为也可以考文学了 考文学 好 那么作者呢 在这里再重申 钓剩鱼鱼的主题 因为这是文章的主题 所以在结尾的时候再重申 好 那么呢 作者在结尾那一段呢 就 就抛出了这么样的一句 给作者一个思考的空间 那时候人生处在 时常变幻中的 不幽静的水边 我们是活在一个变幻的世界 对吗 像我们现在的疫情 每一天在 增加 增加 对对 那么空调一场 就是指什么呢 徒劳的辛苦一场 哪儿的鱼 哪儿来鱼 其实呢 就是告诉我们 名利 其实 两个错词 其实就是虚幻的 虚幻的 因为人生就是 像镜花水月一般 好 第三部分 我们再重复一下吧 因为这部分很重要 作者在最后三段 交代了什么 用意何在 就是那个第十八十九二十的 那个三段吗 对对对 这算是很重要 其实该同学已经是 回答了 回答了 或者是我们就看一看吧 好 因为这里是 同学们说过 它是深化主题 引导读者思考人生 因为人生呢 隐隐意义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名利都是虚幻的 好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中心思想 中心思想 其实文章有两个难点 第一呢 我是喂钓不是喂鱼 第二个难点呢是 说不是喂钓 而不是喂鱼的人 能够使一个人快乐 能够使一个人快乐 一个团体健康 一个社会成功 那我们要去理解 破这个难点呢 我们先要理解 文章的 表现手法 那么这篇文章呢 它主要的表现手法 来我们看看 主要用的是 比喻手法 比喻 比喻 好 还有呢就是 差序 差序就是作者在 议论之中呢 插入了一些例子 作为论证 差序 比喻方面是怎么样说呢 老师 比喻来我们讲一讲 那比喻呢 是用一个浅显的书做比方 做比方 说明全文中心思想过程 顺于结果的道理 比喻比方说 美的像花 那就是比喻 把那个美女 比喻为花 所以我看我女儿小学的那些课文 他们的华文也有学到一些 比喻啊 比拟啊 夸张 修持手法 这些都有 对对对 所以小学学的修持手法呢 其实就带上来中学 继续的用在中学的 是 跟深奥一些 再继续的再看 好 那差序又怎么样了老师 差序就是 作者呢 因为他是 这篇是 继续文 他又议论 所以在议论当中 又插入了继续 在继续中 你看 继续中 插入了议论 议论 那么夹序夹论 夹序夹论 就是议论和继续 参杂在一起 对 通过举例论知 为中心思想 做进一步的解释 这是针对这篇文章 好 同学们明白吗 来到这边 都明白 都明白 好了 我们就接下去吧 好 作者通过老教授钓鱼的经过 提出我是位钓不是位鱼 就是我们的中心思想 那么请问这钓和鱼 我们刚才想用的比喻手法吗 其实这两钓和鱼呢 是比喻什么呢 来有同学要告诉我们吗 是 钓是比喻什么呢 所以想要回答啦 来那位同学要告诉我们钓比喻什么 老师我想回答一下 好 思颖 思颖来 在这里呢 作者用钓来比喻 投入到工作中 享受过程中的日趋 好 对的 那么钓呢 作者是比喻为工作的 乐趣 努力的过程 还有那种积极的工作态度 还有无私奉献的精神 然后接下来呢 鱼又是比喻什么呢 来 先上同学 鱼是什么 是名利吗 是钱财吗 来 哪位同学想要发表一下 要示我来答 好的 鱼 鱼是比喻成工作所带来的利益 好 鱼是比喻工作带来的利益 对利益又是什么呢 那就是成果收获 名利金钱财富等等 好 所以鱼就是比喻这一些 那么文中呢讲到老教授 老教授 那么他老教授其实就是比喻什么人 比喻哪一类的人呢 来享受过程 好的 老教授呢 分别与钓鱼分别指的是 一些着重的过程 不计较成果的人 对了 老教授比喻 不计成果的人 注重过程的人 好那么钓 又比喻为什么呢 老师我想回答一下 好来 钓鱼就指的是工作 钓鱼比喻的是工作 或者对工作投入享受过程的那种乐趣 这是钓 或者钓鱼 来 鱼比喻为什么呢 鱼呢 其他同学 老师回答一下 好 其实就比喻了 比喻了我们在整个劳动过程当中所得到的一些利益跟财富 对了 比如说我们工作 然后那个薪水 就是鱼了 我们的薪水 对了 好 工作带来利益 好了 我们有提到这篇文章用了举例论证 差序的手法 比例论证 那么作者呢 他有两条线 主线是在继续的部分 写的是老教授 出去钓鱼 那么老教授钓鱼的 态度 态度 那么再引申到老教授呢 工作的态度 那是主线 那么 所以文章呢 特别的声明的老教授是享受钓鱼过程中的乐趣 不计较收获 那么 接下来呢 作者呢 又 用 五位 五位知名学者呢 作为副线呢 作为局论证 钓剩鱼鱼 这样的观念 那么 就说明他们在追求学问的过程中 获得乐趣 不重视名利 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 老师 好 中心思想 好 那我们呢 请同学们 来跟我们分析 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 钓剩鱼鱼 它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 好像其实都在重复对吧 对 都在那边 重复的 这个老师那我回答一下 好 我再重现一下 其实 整个部分当中 作者想要提出就是 一个喂钓 而不是喂鱼的一个 心态跟一个 人生态度 并且在继续当中也表现出了 如果你 不是喂鱼而去钓的话 其实往往会收获更大 并且会让自己开心 然后使到这个 团体健康 还有社会会会更加的成功 好 谢谢明俊 是很完整的一个答案 是的 中心思想 吊胜于鱼 就是继续的部分 我们的主要的中心思想讲是什么 吊胜于鱼 就是 说明这些 学者享受工作过程中 热趣不在于索取 不计较名利 你看他 连一个支票都没有去兑现 对呀 就不等钱用的感觉 他们真的是 那个精神真的很伟大 是的 那么在第二部分 议论的部分 作者 就从吊胜于鱼 吊胜于鱼 这个主题思想 再说出 它带来什么好处 好什么好处 就是使一个 一个人快乐 使一个团体健康 使一个社会成功 那么这一个 是议论部分的主题思想 老师我在想 我们中心思想 已经出来了 所以我们接下来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的时候 跟老师了解一下 究竟如果是SPM考题的话 会怎么考我们 应该用什么技巧去回答 这样子好吗 好啊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的 大家休息一下 稍后我们再见 好的 怎么会 是我们花了前半段的时间 来分析了 来欣赏了这篇文章之后 我们请老师来告诉我们 如果是SPM考题的话 他会出现 怎么样的考题来考我们 我们应该怎么样回答呢 我们有请张峰英老师 继续上课 好 那同学们现在我们来分析 SPM的考题 来我们 看 第一题 那么作者说能够欣赏 调 而不计较于 是会使一个人快乐 使一个团体健康 使一个社会成功 作者要说明的是什么道理 作者要说明的是什么道理 这种态度 知识的这个人 他的心智往往都会放在这个研究上面 便再也无法伸出任何的名利的这个观念 即使面对这些后路距离的时候 他也看得非常的清淡 举出的例子就是爱因斯坦 对这些人而言 知识的追求本身 其实就是他的过程 也是他的目的 更是这个乐趣所在 所以求知识是一个自我充实 并且是一个最大的乐趣跟报酬 好 谢谢明俊 一起喝醇 感觉已经回答了所有的吧 什么道理还有例子都出来了 就很完整了 那个个人的快乐 它是很完整 比我这一个答案更加的充实 那么接下来 那么这种态度 为什么是一个团体健康 来请另外同学我们分析 刚才明俊说的是个人 老师我来回答吧 好好好 团体来 老师我要回答一下 一个团体的健康 一个团体健康 一当一个人最幸运追求知识 在团体中也就没有了 向上爬的欲望 斗争自然减少 那团体就更健康了 好 胡萱的答案是对的 团体健康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个人呢 没有名利的观念 不争名夺利 就没有 尔虞我诈的情况 所以呢 就没有明正暗斗的现象 这个团体呢肯定健康 是吗 好 接下来我们去看 为什么 这种态度能够使一个社会成功 来请另外一位同学 为我们 回答吧 老师让我来回答 好 当一个社会 这个加上语 会使一个社会成功 当大家 不会学而优则是 学生 学生仍然留在学术岗位上做研究 各首其职 社会就会更加成功 好 也是对的 那么就是 学者呢 他们在学术岗位上做研究 那么 刚才有提到 作者提到他们往往 没有 期望得到鱼 却往往钓到大鱼 所谓钓到大鱼就是 有很大的收获 很大的发现 是吗 所以他们造福人群 造福社会 第二部分就是举一个例子 那么举例子呢 我们就不 不必详述了 就是那五个 五位学者 我们说提出一个 要告诉 我们要写出他怎么样的 忘我的工作 或者享受工作 他怎么样的 不计较名利 其中一个就够了 一个就够了 题目要求一个就够了 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题 第二题的题目是这样的 调圣于鱼 有那两层含义 好就是我们的主题的含义 有两层 就是一层是表面的 一层是深层的 续文章 举出三个例子 这题也是需要举例子 但是是三个 三个 好 那我们请一位同学 为我们 回答这道题 表面的意思 先回答一层吧 表面的意思 表面的意思 表面的意思是什么 老师我想回答 我个人觉得呢 钓圣于鱼的表面意思呢 是在于 垂钓的乐趣 而在于享受钓鱼的过程 又胜过 鱼的获得 好 是的 那么钓圣于鱼的表面意思 是垂钓的乐趣在于享受过程 由胜过于祸 就是享受过程 而不是追求 结果 那么 深层的含义呢 来 老师 那我回答一下 深层的含义 好 就是说 当一个人在沉醉于他 其兴趣 或者其工作 本身时候 所带来的快乐当中 他就不会计较 是否能从中 获得这些 各项的名利 或者诠释 这些收获 他也不会 只单单的想着往上爬 或者想学而有者是 而是更加注重在 沉浸于这个兴趣 跟快乐当中 对的 那么深层的意思就是说 引申到就是 一个人沉醉于工作 带来的快乐 那么呢 因为他不计较名利 所以呢 往往呢 他是 有更好的表现 好 接下来我们举出三个例子 一样的 我们可以 从这几个例子中 举出三个例子 就够了 三个例子呢 要论证说明 是 然后第3 老师 好 因为我们时间也有限了可能 好的 第3题 或者是我们 跳过去 也可以啊 还是老师要快速的带过一下 好啊 老师讲解一下 那么第3题 就是 针对结束的那一段 我在想 其实人生子不过是在 并不忧静的水边 空吊一场玩笑 又哪来的鱼 好 作者对 吊剩余鱼 作者对人生提出什么感叹 提出什么感叹 那么这题呢 是高思维题 为什么呢 就是答案 没有 没有办法 直接在文中找到 高思维题 好 同学们来 我们 试试看吗 试试看吧 是 我来试试看吧 好 富宣 作者觉得 吊剩余鱼这段话呢 其实带出了一些人生哲理 而其中的含义呢 非常我们 值得我们去 更深入的了解 以及学习 好 来我们看看 富宣的答案 对吗 好 那么就是 是的 无意的满足是暂时的 事业的追求是永恒的 来 还有那些同学要补充吗 好的老师 那我来补充一下 其实换句话说 他整段的感叹 就是对于那些 追求这个名义的人 其实是会为 鱼而不择手段的 会变成一个 尔虞我诈的一个社会现象 所以水边 自然就会不幽静了 那么要是一不小心 我们身为社会的人士 就会掉落在这水中 身败名裂 那这岂不是 空调一场的玩笑吗 到最后的结果 便是倾家当场 亦无所有 又哪里来的鱼呢 好 明俊 这个分析 分析得很好 证明他 非常了解 这篇文章 有他个人的见解 好 就是不幽静的水边 就是 就是像明俊说的 每个人追求名利的话 这个我们的 就在一个 不幽静的水边 是 老师 最后最后这个部分呢 想要老师总结一下 今天这篇文章 给我们带来的 中心思想是什么 老师可以总结一下吗 简短的 那么今天这篇文章的 中心思想就是 钓 剩于鱼 那么就强调了 引出了 我们的老教授 那种态度 钓鱼的 那个态度就是 我是为钓 不是为鱼 就是 我追求的 我追求的是 工作过程中 带来的快乐 而不是追求结果 不是追求结果 好 那么 那么 这样的工作态度 秉持着 吊胜鱼的工作态度 能够带来什么好处呢 那就是会使 一个人快乐 一个团体健康 一个社会 进步 所以老师 我觉得呢 这样子的一个 中心思想呢 也适合用在我们的 日常生活当中 对啊 比如我们的政治啊 我们的社会啊 还有我们对抗疫情 整个心态都一样 是是是 就像我们发明了 很多疫苗 那疫苗的专利 如果没有去说 我一定要申请那个专利 那个疫苗就会来得 更加的便宜 那大家都可以去打这个疫苗 对啊 能造福整个社会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 谢谢张峰英老师 还有在线上的六位同学 跟我们一起上课 当然还有电视机前的 观众朋友 学生老师 感谢你们 我们下次有机会 再见了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 再见 谢谢葳葳 谢谢同学们 拜拜 来 拜拜 再见 为华文文学的考生安排了考前冲刺客 我的女儿谢可迎就读中华国民型华文中学 也是2021年报考华文文学的考生 选修华文文学是她的选择 同时我也非常支持她 我也希望我的孩子以及所有SPN的考生 坚守最初的梦想 犯下包覆 青砖善政 紧张而又愉快地面对SPN 加油 大家好 我是吴春金 我的孩子是周恺庆 来自中华国主 我会支持孩子选修华文文学 是因为希望她能从中学习 同时可以提高她的文学修养 也提高对世界以及民族文化的认知和了解